设计大师制作优惠券 我们现在要进阶版 把那个设计大师应用的更广泛 直接进来这个设计大师里面 那我们举例来讲这个客家装优惠券 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成品图是这个样子 那在设计大师呢 有一个好处是 你这个20 长宽多少它列印出来的数字就是多少 就当成是公分 这样这个尺寸是62公分乘59公分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在A4里面 我用套版印刷给大家看一下都知道了 A4这样一个大小里面呢 我间距都设定1 然后这个有三列 这个有四列 预览一次 你会发现A4这样子一张 就会S蓝三个 刚好这样子满满的 那这个样子呢 就是已经有计算过 才有办法弄成这个样子啦 那如果说边界都不要的话 或许还可以再用一点点 这个距离呢可以用到2 看一下列呢可不可以用到5 好 试着看哦 好 很显然好像可以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列印出来 然后刚好用5张的一个情形 然后就可以把它剪接起 剪裁下来 好 那这么A4的就有15张的优惠券 可以剪下发给人家了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制作这个DM 好 我们宣传的DM 那宣传DM呢可以怎样做呢 这边有个范本 像这样 这个是一张宣传图 这是DM的图 好 那这样子的一张 是怎么做的呢 这完全都是用创意大师 那个设计大师做的哦 好 我们这是A4的 那我们先建立档案 直接点选这个A4的尺寸呢 好 再点所有作品 不管怎么样 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要确定说 你的电脑里面 有没有这些图片 那当然了 我们这些图片 都是自己照完之后 再放上去的 再放到电脑里面去的哦 好 整个A4就是这么大张 那这么大张 要把它变小张也是可以 你可以控制滚轮 把它变成适当的大小 好 然后在制作的时候 在创意大师 我说过说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把图全部都放上去 在设计大师也是这样子 你先把图全部都弄上去 弄上去之后再来排列 好 那再来就是要弄上去的图啦 像这个选择档案 直接到你这边的一个商品 有这么多商品 好 那我们就一一的把它新增起来 那我的做法呢 会全部先新增完之后 我再来做一个美编 那新增的时候就可以新增的快一点了 这个就不用跟它客气了 它不会不见了 你只要这样子弄的话 这个是专注于 我有很多商品的东西要卖的 那我要做一张DM出来 让大家熟悉知道 我就这样子做 那也可以做成只介绍一样商品 只介绍一个东西而已 但是做法都差不多 那把很多东西放进来的呢 反而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把这个比较难的 先做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把这些图先弄这样子就好了 做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图多图少的差别而已 这个是最简单的做法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绘图软体的话呢 照片一照上来就是这样子弄 就不要做任何的修改了 那不然这个设计大师还没有办法自己 可以有截图的功能 就是说我只要这个 然后我画一个框就把它切出来了 目前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当然也是非常期待它能够出现啦 这商品看起来都蛮多的 那这么多的商品 其实我商城又有在卖 因为我直接找到工厂 刚好跟他们配合 那各位如果说有找到工厂的话 或是你们家就是工厂的话 那就更不用讲 你就可以自己做啦 好 那弄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把图稍微往上拉一点 因为这只要一点一个 下面就会跳上来 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选择它的大小 这个就是这样子 一格一格慢慢的去把它做微调 那大小呢 先设定某个大小之后再来切 那没有办法去把它切得很详细啦 先大约的这样子切一下而已 那如果你要切得很详细 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可以变大 把图变大 这样子你就可以切得很详细 可是会很花时间 所以我们先 做这个把图 先弄成一样的大小 这样才会美观嘛 那一样的大小 我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 我这样才能够比 它的长宽 至少不要比它还宽 那有一个基本的架构 前面的图让我去做一个模拟 弄好之后呢 再贴过来这里 再换这里 这个是调大小哦 调大小的话 大家大概用这个方法 在调的时候比较准确 如果一般的制图软体的话 它是直接可以输入数字的啦 比如说点下去之后 它可以有一个 是控制它大小的 那不过这边都没有办法 它这边只能复制 就变成多一个图这样子 那这样多一个图呢 其实是还好 弄起来之后呢 再来就是排列咯 排列的话 大家哦 不用去做一个很麻烦的排列 其实这边有几个工具是蛮好用的 这样全选起来之后 全选起来之后 看好哦 全选起来之后 在这边左下角这里 这样子就可以对齐了 这是对齐的功能 那这个对齐的功能 其实跟一般的制图软体呢 是差不多的 好这样子对齐完之后 我发现 诶这个好像有比较宽大呢 怎么办呢 知道全部都在缩小一点点啊 所以真的是前面一个不小心后面就整个会很伤脑筋 也很感谢大家这么耐心的这样看我慢慢的用呢 如果说有这个输入数字直接切换大小的话呢 那就真的是方便多了 那目前呢 因为没有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是柯南的这样子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 说到有一天 我相信总共是一定会帮我们的Print给更新的更好的 对不对 这样子 说起来 说 我说 我再说 哎呀呀 好 只有这个垃圾带 再来说 我们制作美工的时候有一个重点 东西好尽量能够像这样九格的话 摆放 它有个大中小 好 这是打的 然后这是中的 这是小的 这样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三个都同系列 这三个都是同系列 同系列的东西就要放在同一起来 这同系列的东西 好 全先起来 然后 对齐 往下拉一点点 这切换到游标工具 全旋起来 对齐 全旋起来 哎呀呀呀 没有弄到 全旋 这电脑有点lag了 对齐 然后不止这样子哦 你还要这样子再对齐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要选择 对齐最上面 按这个 然后换第二个 再对齐最上面 它就会有一个微调了哦 对齐最上面 好啦 那这样子的话就保证它们是非常很整齐的一个对齐啦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看看这个图有没有 好像这个又就多搭了一点点 搭了一点点 就移过来 然后再点选游标工具 然后再把它缩小成一点点 然后 这两个呢 好像没有通大小呢 那就再缩小一点点 好像比较大 好 然后再推回去 推回去 三个圈起来 再对齐一次 好啦 那这样就OK啦 然后这个图呢 就随便放哪边啊 然后 就是 打字了 为什么现在打字呢 因为 比较玩打的 它才会用到最上面 好 所以我们先要打字了 35元 外面售价都40元 或50元 我们这边 35元 真的是 超便宜的 因为是跟直接 跟工厂 订了货 好无比 这是毛宝的好无比 35元好无比 弄好字之后呢 这个字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啦 大概都12了 就很 就很大字了 那这个 样子看起来很痛苦 对不对 放大一点点 好了 然后再把它缩过来 放着 掌型工具拉下来 游标 然后 放过来 这里 这样子是有点不明显的 所以呢 我们 这个时候呢 是用白色反而比较明显一点 然后文字外框的话呢 再给它用白色一点 粗细呢 用一点点粗细 你看 它就很 就很有感觉啦 那 这个厨房 我们 多写一点 比较 这个 先把它弄起来好了 因为这三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那也是有人卖一组的啦 一组一百块的啦 把这个 弄起来 好 那很显然它文字外框是没有增加的 帮它加 加一下文字外框 刚才是3嘛 0.3 我们也用0.3 做这个图 一定要 大小都适中 然后 我们再 把这个选起来 要做什么呢 掌型工具 又要再往下拉一点了 点一下有一条工具 往下 拉 整个圈起来 要干嘛呢 就用做对齐啦 这样对齐的话 拉过来 它也可以 拉太大了 拉过来 它也可以这样子 慢慢的微调 三个一起拉过来 我们要旋举起来 然后再拉过来 就好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到 哦 这边好像 没有这样子 对到了 哦 原来是这个图 好像会比较大一点 那 这样子做好之后 这个有厨房 卫浴 跟玻璃 这三种 那我建议 就是细部的 等一下再写 那我们这个价钱 打好了之后呢 就干脆 全部呢 全部就把它 放好 然后再改 十元 十元 大垃圾带 用白色 好 就很清楚了 直接用复制 拿下来 再复制 再拿下来 好 直接改这个字就好了 中 掌型工具 再拉上去 下 好 好 再往上 拉下来 一下 字对字的对起 很显然这个图片 比较小 拿下来一下 跟它差不多大 这个呢 我先把这个点到旁边 就可以免取它的选取了 好 字对字的对齐 好 这个都差不多了 再对齐 对齐完这样还没完哦 把这些选取起来 再对齐中间的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 白人牙膏啦 白人牙膏 三十五元 白人牙膏三十五元 好 再复制一下 复制两个三个 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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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下 这是万宝路 这是 卫浴 浴室 浴室 好 这个字比较长咯 所以我们把它 鎖小一点点看能不能比较好 三十五元 三十五元 万宝路 浴室 直接切下来 好 好 再往上 拉一点 这边一样 切下来之后 万宝路 厕所 好 接下来就是 对齐这三个了 太过去了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把它 退回去 掌型工具 再把它拉上来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厨房 那其实这个 如果DM照片够大的话 是可以显示的 那不用做太多修改的话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底下呢 再上传一些 一些 图案 这图案在做什么的呢 这个也是自己发挥创业的一个地方 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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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要中规中矩 我要旋转一下 工厂 工厂或批发架 工厂或批发架 搞搞搞没有弄到 这边 工厂或批发架 文字 因为它是白底所以我们不会用白字 然后尺寸的话可以大一点 那太大也不好看 所以大概就要看经验 那像这个呢 你的字型很多的话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它是列印出来嘛 所以你字型越多的话 它的功能就 所能用的东西就越多 这样字呢 感觉好像就比较有宣传的那种样子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宣传单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让人家联络你啊 所以这个 电话 缩小一点 这个差不多 那这个字字字中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 好那一张DM哦 雏形呢就出来了 那之后要加什么特效呢 这个是个人的一个自己的设计啦 你可以用这个啊 加在这上面 如果说你的图片要让它有一些效果在的话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要用很多的话 就一直复制很多 然后就把它圈到 圈过来 啊弄错了怎么办 我把那图片弄过来了 点复原就回去了 每一样东西齁其实都蛮好用 只是说怎么用啊 去用到它你最喜欢最想要的样子 这样就对了 复原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师傅啦 就是你知道怎么用这些工具了 以后呢 你就可以运用你自己的想象力 跟创造力 你不会输一个美工哦 因为工具哦 你会用的话 那它拥有的工具 可能是比较先进好了 可是我们一开始学这个工具 从现在开始学 然后等公司有一些更新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断的去研究 研究到最后呢 公司的产品有一天突破了 目前所有的工具软体 那我们就赢了 你所学的 如果没有间断的话 那你就没有白学了 不是吗 这个字可以把它调上来 好 那以上哦 这个DM的一个制作 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那因为设计大师在印明片 或印这个DM的时候呢 都是会产生PDF档 所以有一些 它是做成PDF档 所以有一些哦 工厂是没有办法做大量印刷的 不过如果你要做一些卡片 或者是 这个简单的介绍的话呢 是可以用这个工具来试用看看的 是可以做的哦 那今天我们设计大师的教学和分享 就到这边了